第二期题,小陈制作了一个心铜电池,要以伏特剂测量其电压,装置如右图所示,则电池的芯片和铜片应分别接在伏特剂的哪一个接点,测量一段时间后,两杯水溶液中,心离子、铜离子的离子浓度如何变化,下列选项何者最正确? 我们晓得心铜电池呢,我们的心呢是负极,而铜呢是正极,我们晓得我们在连接伏特剂的时候要并脸,也就是我们的正要接正,负要接负,所以我们的铜片呢,应该要接在X上面,而我们的芯片呢,应该要接在Y上面,我们又晓得心铜电池发生的反应,芯片这里发生的反应是我们的心会变成心离子,所以一段时间之后, 心离子的浓度会增加,而铜片这边发生的反应是呢,我们的铜离子呢会变成铜,所以一段时间之后,铜离子的浓度会变小,因此第27题问我们说,下列选项何者最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心连接在Y,铜连接在X,心离子浓度变大,铜离子浓度变小。